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议会主席罗克强接受本台摄影记者专访时表示 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和承包商已承诺 这个星期五先开放六里高架桥的半边道路 接着在7月25号让七里高架桥两条路线开放通车 同时罗克强说在来临八月的第一个星期 这四座高架桥并会迎来全面通车 随着这四座高架桥即将全面通车 道路使用者将能够摆脱塞车的恶梦了 至于饱受塞车之苦的撒马拉罕居民如今也有好消息 那就是古近撒马拉罕大道的五个交通岛 改建红绿灯路口的工程已开始复工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